歡迎來到一神獨角 今天我們要來破解的是 無限挑戰尋優 沒有撒逼武將的刷分陣容分享 目前這個組合不管是日本的YT 又或者是台版的玩家 一定要刷出最高分這個組合跟站位 原則上我覺得換不掉 那我有稍微抓到一點 再突破220萬的小技巧 但是還沒有實驗成功 等明天實驗成功確定了再跟你們說 整體陣容可以更動的只有王毅跟豪潤潮 你如果更動其中一隻另外一隻就不能動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介紹沒有SP武將的陣容 所以就以豪潤潮潮為主 確定可以更動而且比較好上分的是 第一隻諸葛果 然後潮潮 鄧愛 曹批 高順 以及 袁紹 你如果沒有豪潤潮潮的話 這幾隻角色你可以嘗試做替換 原則上180沒問題 少數諸葛果 鄧愛 我有刷突破200萬 可是今天下午喜憨兒 要按錄也沒按到 所以測試的過程我就沒錄到 那最令我意外的是 大狗 你如果有專武大狗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 第二回合印機會直接魅惑尋憂 然後大狗去清除 小狗的魅惑 讓小狗可以多打一回合 這個會是你分數往上拉的一個小關鍵 而且分數最高可以來到212萬 神兵部分還是看你個人組合 我自己測試 這樣的組合比較容易刷出高分 分數的浮動也比較大 靈寵的話綁定比翼跟白虎 助戰你要玄武 虎豬 虎鳥 龍象 甚至是一星豬雀 都可以 你高興就好 葬魂一樣 只有尋憂是弱點突襲 其他全部都戰役薄吧 煌武王毅 蔡文姬 大小一定要三開 那搖擺位就看你要怎麼擺 有尋憂專武的話再考慮拿出來玩吧 潛人全部走防禦包含大小 除了公孫戰 3212 跟小狗 比較特別的是 2131 訓練加成一樣 你們自己按暫停照抄就好 以上 就是今天 無限挑戰尋憂 沒有傻逼武將的刷分陣容分享 感謝各位的觀看 introductions 既然文議員 小健理